磁铁的神秘世界 我们在大自然中可以找到很多磁石 这些能吸铁的石头总是令人着迷 但是小朋友你知道吗 磁铁还有很多神秘的用途 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块大大的磁铁 它的磁性来自于含有铁质的地心岩石 地球产生的磁性会在我们周围形成一个大大的磁场 地球磁场对所有的生物都非常的重要 它就像一堵透明的保护墙 保护我们不会被来自太阳或者其他星球的危险射线伤害 性鸽可以飞去很远的地方 然后又能准确地飞回窝里 这是因为性鸽不仅能靠太阳定位 还能靠星星定位 而且它们的身体里有个特别的定位器官 这个器官能让它感知到地球的磁场 从而不会迷失方向 在我们的电话里也用到了磁铁 磁铁可以把我们的声音转化成电信号 由电波传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磁性材料在战争中同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例如普通的水雷或者地雷只能在接触目标时爆炸 因此作用有限 而如果在水雷或地雷上安装磁性传感器 由于坦克或者军舰都是钢铁制造的 在它们接近时 传感器就可以探测到磁场的变化 使水雷或者地雷爆炸 大大提高了杀伤力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有很多的地方都用到了磁铁 比如发电机 音响的扬声器 电风扇 电冰箱门上的密封垫 和替换头的螺丝刀 白板上的磁铁扣子 门后面的门漆 一些衣服和皮包的扣子 等等等等 我来喝鞋